好,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蒋舌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讲的是第三章的第四小节课程中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标记的跟踪,如何进行查询和反查 尤其是一些HTTP的一个查询和我们的关键词 有了一个网名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的链接 点击链接,但是我们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键词啊 对不对,那么后台的话也没有相应的对应的一些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做 我们把PPT放大 第一个是HTTP的返回值 怎么去查询,为什么要讲这一块的内容 因为很多的网站做了标记 就是没有办法去查询到它的这个关键词 要么就是压根就没有标记成功 它也不知道 所以导致的话质量度也下滑 有点击没咨询啊,点击不错误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点开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一个HTTP的状态码的一个讲解 第一,在A列,B列,A列的话是它的状态码出现的一个错误 是200,100,101,102,200 看到了吗 那么重点我们在后期查询的话 大部分会看到像这种200的这种情况下 证明我们的网站才是可以去打开的 才可以去打开的 如果出现什么404看到 404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网站的话是打不开,是请求失败的 这两种是我们经常常见的 那么里面的文字我就不去照着念了啊 让我们看一下一般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位置 有些人说,哎,这个简单呢 我百度一下不就行了吗 好,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下 叫HTTP 好,HTTP 状态码 哎 状态码查询 这个的话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状态码 查询 有很多 榨长工具 那么还有什么 爱榨网 还有这些 榨长 还有好多啊 还有好多 还有好多 技术码 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查询啊 这个话不能查询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我们输入我们这个网址 我们点击查询一下 那么状态码的开头呢 它出现了什么 200 证明这个网的话是可以打开的 对吧 我们再往下拉 你看成功的网址是出现200的 像这一种 它的状态码的话 那么中文解释的话就说成功的 那么状态码的话 它出现是OK 200 看一下 然后还有重定项 上次开头的 那么请求错误的 404是最常见的 Lo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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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加一个SEM 然后点击查询 那么点击查询的话 这个网址的话就要打不开 那么它出现了一个状态码就是404 那么我们可以来实际夜市 测试一下 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里面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粘贴上来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呢 是不是也是出现了404 对吧 你看 看到了吧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看一下 把那个网址的话 我们可以粘贴到这个位置 也是可以去查询的 我们点击查询一下 查询下 看到了吗 查询的结果是什么 是200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么我这个关掉 这个的话 它可以批量查询 把我们的网址 粘贴到这里面 然后再往下 粘贴 然后把这两个去掉 那么点击查询 这个的话是批量查询 最多的话可以查询100个 最多可以查询100个 那么字符的话 不能超过50个字符 每个网址输入的长度 如果这个的话 爱再往的话 这个出现的问题 那么看一下 除了这些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工具 那么工具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这个叫 大栏 我把这个都关掉 对吧 简单哈 但是的话 如果你不学 你要了就不知道啊 大达走路页的一个查询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输入网址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输入网址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我们来查询这几个网址 看一下能不能查询 然后点击查询 开始查询 看到了吗 那么这样查询的话 结果出来了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出现一目了然 一个是404 一个的话是 出现的是200 出现的是200 一目了然的网址是一样的嘛 所以他查询的话就这样 如果你放的网址特别多 在这一列 他可以无限制查询 无限制查询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查询的更多了 查询的更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些人说 哎查询都是正确的啊 那么但是我也想去 看一下我这个工具 看一下使用Excel 怎么去查询返回值 就是说我有这个网址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关键词啊 那么我使用一个一个的去查询的话 是不是就花费很多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操作 在桌面上 我们模拟一组虚拟的数据 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 然后把这一块复制下来 粘贴到这里面 我们重新命名一下 叫原始数据 好 粘贴到这个位置 还没有复制过来 空腿将A缺血复制 复制 好已经复制过来了 我们要的是什么 叫原始数据 好我们只要推广挂阶词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然后把这两列删掉 这个的话有可能出现的数据是像这种样式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删掉 然后把前面的没用的 然后或者是说把那个网址往上拉 然后往下拉也可以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标注几个 然后再往下 然后再往下 拉一个斜杠 1 拉一个斜杠 老卢 拉一个斜杠 然后我们把这些删除操练 OK 我们标记的是这几个 这几个的话是什么 是原始数据 OK 我们把这块标注 原始数据 好 这一块的话是产生的原始数据 为了出现错误 你新建一个 数据查询 数据分析都可以 然后把这个打开 在原始数据这一块 因为这个的话 原始数据的话 表示的是在网站上已经产生的 那么你要知道这一列 代表什么 把这块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的话 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第一列删掉 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 或者新建一个表单 然后这几个数据 我们把它挑出来 假设这个数据的话 是已经产生 有数据的了 已经通过 OK 然后粘贴过来 OK 那么我们把这一块 增加一个启用 然后往下拉 这个的话数据比较少 也许的话这一块 有一直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代表的话是在某一天 用户点击产生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一块标记的是一个 叫数据分析嘛 这一块是一个数据分析 那一块原始数据的话 是账户的数据 然后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的是说 我们用户 他点击了这个列阶 我们只看到这个链接 我们看不到关键词 我们通过链接返回去 查询我们的关键词 然后使用什么函数呢 叫Vlockup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不去讲太多 我们只是大概的去认识一下 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什么 是查询值 查询的任意的值 我们要找了什么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对不对 那么第二的话 我们要查询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查询的数值 就是我们要选择的位置 位置的话是在这两列 这个A和B 如果数据特别少的话 那么就是直接AB 那么尽量的话 使用这两列 或者如果你的数据比较长 一直到这些这些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呢 是这一块是什么 它的所属的是第二 第二 为什么是第二 因为我们的二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把这块输入 零是什么呢 零是一个大致的匹配 那么如果是选择真 精确匹配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往下一拉 双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关键词 就找出来了 这个关键词的话 代表是什么 用户搜索点击的关键词 哦 原来是这些 我们来对比一下 叫SEM SEM 这个的话是叫SEM学习 哦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没错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叫SEM 有哪些一目了然 知道我用户搜索了哪些关键词 用户点击 咨询过哪些关键词 一下子就全知道了 看到了吗 这个是SEM外包 我们找一个SEO这一块 是不是 对不对 一个不差一个不落 一个不差一个不落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你可以保存 也可以不保存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一块 希望这一节课程 对你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那么使用那个标记的话 这个原始数据那一块 不是标记的 是数据分析里面 那个来源 数据的来源那一块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从哪里来呢 从我们的百度 推广统计里面 还有一个是百度咨询工具 就是百度的商桥 商务通 还有其他的一些 第三方的统计工具 都能查询到这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点击哪些网址 点击哪些网址 点击列坚是哪些 点击列坚是哪些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不去重复 也是时间有限 那么感谢学习 下一节课程中 或者是在下一章节中 我们会讲解其他百科的路容 好 感谢学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